大家新年好,我是彩虹 过年的事情比较多,好久没有给大家更新教程 今天还是用这个亮光河口线给大家分享这款非常实用的 适合3G戴的牡丹花的纽固帽 整个帽身还是采用的外勾长针加正常长针的勾法,非常的简单 我勾的这顶帽子7针起了16针 由于手巾比较紧,勾出的帽子只适合52-54厘米的头尾带 如果大家的头尾比较大或者手巾比较紧的话 一定要起17针或者18针 还有这个帽绳的部分,大家勾的时候要绕着我们的这个头尾,给它量好 由于这个帽绳是固定在上面的,勾的太短的话帽子戴不上 好,下面就开始去勾制吧 用到的工具和材料有,还是这种亮光的合物线 两个,两个 然后3.0的勾针,或者爽头勾针用这个大头 一个打火机,缝合针,接好扣 找出线头,把这个,把线头给它烧一下 然后左手绕线,在手指上绕两圈 然后拿个勾针,在这个线圈里面先勾出一针 勾好之后,勾出一个锁针 好,锁针勾好之后,再勾出两个辫子针 一个 两个 好,然后勾针绕线 在这个线圈里面,加上这个辫子针,一共勾出16个长针 一个 大家去把,加上辫子针的16个长针去给它齐合 好,第一圈,加上辫子针,齐头的16个长针已经完成 然后拉动线头 把线圈给它收紧 好,收紧之后,在辫子针上方的这个针目里面 给它做一个引拔连接 引拔之后,勾出一个锁针 锁针勾后之后,线圈稍微拉长一点 然后勾针绕线,开始勾至第二圈 第二圈有外勾长针 在第一针的位置勾出一个外勾长针 还是右侧进针,左侧调出 然后挂了线,勾出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并掉线圈 然后勾针再次绕线,并掉后面的这个线圈 好,一个外勾长针完成 然后勾针绕线,在外勾长针 左侧这个洞洞里面勾出一个正常长针 这个长针是一个压针 好,正常长针勾好之后,勾针绕线 这是易速完成 在第二个长针的右侧进针 左侧调出 再次勾出第二个外勾长针 勾针绕线 好,并掉两个线圈 第二个外勾长针完成 然后勾针继续绕线 左侧这个洞洞里面勾出一个正常长针 记着这一圈的正常长针全部是夹针 也就是第二圈勾好之后是16个外勾长针 然后16个正常长针 大家去把后面的部分去给它完成 然后后面的部分没有引发针 把结合扣扣在第一个外勾长针的上方 记着这一个外勾长针是每一圈的第一针 后面每一圈都没有引发针 大家去把这一圈的16个外勾和16个长针去给它完成 第二圈的16个外勾16个长针已经勾好 不用做引发,然后直接勾针绕线 在外勾长针的右侧进针左侧调出 勾出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在外勾长针左侧这个洞洞 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好,勾针绕线 外勾长针没有变化 还是给它勾出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外勾长针左侧这个洞洞里面 上一圈是一个正常长针 这一圈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好,大家就按这样的规律 去把第三圈后面的去给它完成 外勾长针,始终勾出外勾长针 然后外勾长针左侧这个洞洞里面 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好,大家去把它完成 第三圈的一个外勾,两个长针已经完成 在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起头起了16针 如果头位大的话 你可以起17针或者18针 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头位来起针 我这个是起了16针 好,下面去勾第四圈 勾针绕线,没有引拔针 第四圈是在外勾长针的上方 勾出两个外勾长针 外勾长针的右侧进针,左侧调出 然后先勾出一个外勾长针 好,第一个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勾针继续绕线 再勾出第二个外勾长针 还是在外勾长针的上方 勾出一个外勾长针 好,两个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勾针绕线 两个正常长针的地方 还是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是在外勾长针左侧 这个洞洞里面 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同一个洞洞里面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好,第一组完成 两个外勾两个长针 然后开始勾至下一组 外勾长针,右侧进针,左侧调出 勾出外勾长针 一个,然后勾针绕线 右侧进针,左侧调出 然后再勾出第二个外勾长针 勾针绕线,并交线圈 好,然后勾针绕线 左侧这个洞洞里面 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第四圈后面的部分 就按这样的规律 外勾长针上方 勾出两个外勾长针 然后左侧洞洞里面 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每一组都是这样的勾法 大家去把第四圈的 两个外勾,两个长针 去给它完成 第四圈的 两个外勾,两个长针 也已经完成 然后勾针绕线 开始勾至第五圈 第五圈 外勾长针 还是勾外勾长针 勾针绕线 外勾长针的地方 还是勾外勾长针 右侧进针 左侧调出 先勾出第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再勾第二个外勾长针 这一次两个外勾长针是分开的 第二个外勾长针 好,第一组完成 然后左侧这个洞洞里面 勾出三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第一组完成 然后勾第二组 勾针绕线 大家看清楚 这是两个外勾长针 第一个外勾长针在下面压着 大家不要把它漏勾了 先勾第一个 右侧进针 左侧调出 然后勾出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再勾第二个外勾长针 好,左侧这个洞洞里面 勾出三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第二组完成 好,第五圈后面的部分 就按这样的规律 去把后面的完成 两个外勾三个长针 好,第五圈的两个外勾三个长针 也已经勾好 勾针绕线 开始勾直 第六圈 第六圈是两个外勾四个长针 外勾长针的地方 始终给它勾外勾长针 一个 始终没有变化 两个 两个 左侧这个洞洞里面勾出四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四个长针勾好之后 第一组完成 然后后面的部分 大家就按这样的规律去给它完成 也就是两个外勾长针 始终勾外勾长针 左侧这个洞洞里面 给它勾出四个长针 上圈是三个长针 这一圈给它勾出四个长针 后面的每一束都是这样的勾法 大家去把第六圈后面的部分 去给它完成 好,第六圈呢 两个外勾四个长针也已经勾好 勾针绕线 开始勾第七圈 好,外勾长针 还是勾出外勾长针 好,然后第二个外勾长针 勾针绕线 在外勾长针左侧这个洞洞里面 勾出六个正常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第一组完成 然后开始勾第二组 还是 两个外勾一个 两个,好 然后两个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左侧这个洞洞里面勾出六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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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好,第二组完成 好,后面的每一组都是这样的勾法 两个外勾 左侧这个洞洞里面勾出六个长针 好,大家去把帽钉第七圈给它完成 好,帽钉第七圈的两个外勾六个长针也已经勾好 七圈勾好之后 整个帽钉部分都已经完成 下面再勾就是帽绅的部分 好,勾至绕线 第一个外勾长针还是给它勾外勾长针 记着,大家记着做好几号扣 没有银八针 所以没有几号扣的话 你分不清哪一个是抬头的第一针 然后外勾长针 还是给它勾外勾长针 好,第一个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勾针绕线 在两个外勾长针中间这个地方 给它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好,两个正常长针勾好之后 勾针绕线 再勾出一个外勾长针 第二个外勾长针给它勾好 好,大家看一下 中间夹出了两个正常长针 好,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在上一圈六个长针中间的这个地方 给它勾出一个短针 好的,第一组完成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如果头一大或者手比较紧的话 你可以 七针,七十七针或者十八针都可以 勾针要先开始勾第二组 先勾第一个外勾长针 勾好之后 在两个外勾长针中间这个洞洞里面 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两个长针勾好之后 后面这个外勾长针 再给它勾好 勾好之后 还是在上一圈六针中间的这个位置 勾出一个短针 好,两组完成 再给大家演示一组勾针绕线 先把第一个外勾长针给它勾好 好,勾好之后 勾好之后 中间这个洞洞里面勾出两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勾针绕线 先把后面这个外勾长针也给它勾好 好,勾好之后 六个长针中间的位置 勾出一个短针 好,三组完成 然后,勾针第一圈后面的部分 都是这样的勾法 两个外勾长针中间 夹出两个正常长针 然后上一圈六个长针中间的地方 给它勾出一个短针 每一组都是这样的勾法 大家去把勾针第一圈 就按这样的勾法去给它完成 好,勾针第一圈已经勾好 也就是两个外勾长针中间夹出了两个正常长针 然后六针中间的位置勾出了一个短针 然后勾针绕线 开始勾至第二圈 外勾长针 还是勾外勾长针 好,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勾针绕线 在两个正常长针中间的位置 勾出四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勾针绕线 把后面这个外勾长针再给它勾好 好,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勾针继续绕线 开始勾下一组的 第一个外勾长针 好,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在上一圈 两个正常长针中间的位置 勾出四个正常长针 一 二 三 四 好,四个正常长针勾好之后 后面这个外勾长针 也把它勾好 好,勾好之后 第二组完成 好,勾针第二圈后面的部分 就按这样的勾法 也就是每一组的外勾长针 还是给它勾出外勾长针 然后两个正常长针中间的位置 勾出四个正常长针 好,每一组都是这样勾 大家去把后面的去给它完成 好,勾针第二圈的 两个外勾长针 夹出四个长针也已经勾好 勾针绕线 开始勾直冒深到第三圈 然后外勾长针 还是勾出外勾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在四针中间的位置 勾出六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六个长针勾好之后 勾针绕线 把后面这个外勾长针给它勾好 好,勾针绕线 好,这一圈这个外勾长针 又给它并在了一块 下一组的第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在四个长针中间的位置勾出 六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然后勾针绕线 后面这个外勾长针 再给它勾好 好,然后冒生第三圈 就是这样的勾法 两个外勾长针中间 给它勾出六个正常长针 每一组都是这样的勾法 然后上一组和下一组 这个第一个外勾长针和最后一个外勾长针 又给它并在了一块 第三圈就是这样的勾法 大家去把冒生第三圈后面的部分去给它完成 冒生第三圈的两个外勾长针中间夹出了六个正常长针也已经勾好 勾好之后这一组花已经完成 冒生需要勾出四组这样的花 也就是三圈一个花形 第一圈是两个外勾长针中间夹出两个正常长针 第二圈是两个外勾长针中间夹出四个正常长针 第三圈是两个外勾长针中间夹出了六个正常长针 好,再勾就又重复了冒生第一圈的勾法 还是外勾长针勾出外勾长针 然后六个正常长针中间勾出一个短针 好,勾针绕线 外勾长针勾外勾长针 然后外勾长针中间的地方勾出两个正常长针一个 两个,然后勾针绕线 外勾长针还是勾外勾长针 勾好之后六个长针中间上方这个位置 勾出一个短针 好,冒生后面的部分就按冒生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的勾法去给它完成 一共要勾出四组这样的花形 四组这是一组,然后后面再勾出三组 好,大家自行去把冒生后面的整个部分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咱们再去讲冒烟的部分 好,冒生的四组这样的花形已经勾完 一二三四,勾了四组这样的花形 如果大家喜欢冒子比较深的话,你可以再勾出一组这样的花形 然后再给大家强调一点 如果头尾比较大或者喜欢带松的话 你可以在起头的时候多切出一针 多切一针,也就是多出了一组花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头尾来勾之 好,冒生勾好之后,开始勾冒烟的部分 勾冒生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双头勾针的4.0 现在勾冒烟的部分,如果想要冒烟比较挺的话 可以换3.0的这一头,比较小的这个勾针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看有哪一头 好,勾针传好之后,在外勾长针这个地方 先给它做一针,银巴连接 好,银巴之后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好,三针勾好之后,勾针绕线,开始勾 第一个外勾长针 一个 两个,好,勾针绕线 茂园第一圈是在六个长针上方的针目里面 各给它勾出一个正常长针 一针 两针,这六针是分开勾的 三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第一组完成 两个外勾,六个正常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开始勾第二组 两个外勾长针 一个 两个 然后在六个长针上方的针目里面分开的 去给它勾出六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六针完成之后 两组完成 好,茂园第一圈后面的两个外勾六个长针 大家自行去把它完成 街头的地方茂园的部分有银巴连接 大家注意 好,茂园第一圈的两个外勾六个长针 两个外勾六个长针已经勾好 下面勾茂园的第二圈 最后一组的六个长针 就勾了五个长针 然后辫子针也算做一个长针 好,在辫子针上方这个针目里面 给它做一个银巴连接 好,银巴之后 再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好,每个辫子针都作为最后一组的最后一个长针 好,勾针绕线,开始勾 外勾长针 好,一个外勾 然后两个外勾 好,两个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锅针绕线 还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面给它勾出一个长针 然后茂园第二圈是两个外勾七个长针 好,第一个长针 然后第二个长针 第三个长针 第三个长针 第四个长针 第五个长针 第五个长针 第六个长针 然后最后一个第七个长针 好,第一组完成 好,茂园第二圈后面的部分就按两个外勾长针加七个正常长针 这样的勾法去把茂园后面的每一组去给它完成 好,茂园第二圈呢,两个外勾七个长针已经勾好 还是在辫子针上方这个针目里面给它做一个银巴连接 好,银巴之后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个,两个,三个,好,然后勾针绕线 外勾长针始终勾出外勾长针 一个外勾 两个外勾 然后勾针绕线 在七个正常长针的上方勾出八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好,第一组完成 好,茂园第三圈后面的部分就按两个外勾长针 八个正常长针去把第三圈后面的部分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茂园第四圈不加不减 还是两个外勾长针,八个正常长针 大家去把第三圈和第四圈去给它完成 好,茂园第三圈和第四圈的两个外勾八个正常长针已经勾好 好,然后还是在辫子针上方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个引发连接 好,连接之后继续勾三个辫子针 二 三 好,勾好之后 勾针绕线 外勾长针的地方还是给它勾出外勾长针 好,第一个外勾长针已经完成 然后把这个线圈拉长 我先把这个线头给它处理一下 藏线头的时候在针目内侧这半边 把这个线头给它藏好 好,一个线头已经藏好 然后另外一根线头也是一样的藏法 把它藏在这边的针目里面 好,两边都藏好之后继续往下勾 开始勾第二个外勾长针 好,两个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开始勾正常长针 上方的每一个针目里面 各给它勾出一个正常长针 冒烟第五圈是两个外勾 九个正常长针 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第九个 好,第一组完成 好,冒烟第五圈和第六圈都是一样的勾法 也就是两个外勾九个正常长针 两个外勾九个正常长针 好,大家去把第五圈和第六圈后面的部分去给它完成 两个外勾九个正常长针 好,冒烟第五圈和第六圈的两个外勾长针 和九个正常长针已经勾好 还是在辫子针的上方给它做一个引拔连接 好,引拔之后勾出三个辫子针 好,三个辫子针勾好之后 还是勾至毛眼的第七圈 外勾长针 还是勾给它勾出外勾长针 一个外勾长针 好,然后两个外勾长针 好,两个外勾长针勾好之后 在九个长针上方的针目里面 给它勾出十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好,十个长针勾好之后 第一组完成 好,毛眼第七圈后面的部分 就按两个外勾长针 和十个正常长针的勾法 去把后面的每一组就给它完成 好,毛眼第七圈的两个外勾 十个正常长针已经勾好 还是在辫子针上方这个位置 给它做一个引拔连接 好,引拔之后 再向前引拔一针 引拔到两个外勾长针中间的这个位置 给它勾出一针 好,然后勾出一个锁针 锁针勾好之后 勾针绕线 向前数一二 在第三个针目里面 勾出七个正常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好,七个正常长针勾好之后 再向前数一个两个 空了两个针目 在第三个针目里面 再勾出一个短针 把短针勾好之后 勾针继续绕线 我再空一个两个 第三个针目里面 勾出七个长针 一个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好,七个长针勾好之后 再空一个 两个 第三个针目里面 也就是两个 外勾长针中间 这个位置 再给它勾出一个 短针 短针勾好之后 两个花瓣完成 刚好是每一个空里面 能勾出两个这样的花瓣 好,这一圈的 花边部分 就按这样的勾法 去把后面的 去给它完成